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辣鸡翅 这辣鸡翅真好吃 对啊 酸酸辣辣的 大家好 我是张佩芝 今天是12月3号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万花筒节目 我们先来看看过去一个星期文化娱乐界的消息 号称白老会是商号资最大的音乐剧 蜘蛛侠终结黑暗 11月29号在纽约首演 这是第一部由漫画改编的白老会音乐剧 耗资6000万美元 由曾经导演狮子王音乐剧的朱莉泰默担任导演 知名乐团YouTube成员Barno和The Edge也来作曲助阵 不过啊 这部音乐剧却在首演当天 因为技术问题五次中断 原本两个半小时的剧 演了将近四个小时 第一幕结尾时 蜘蛛侠还被困在钢丝上 下不来 这出大戏啊 可谓手眼不利 然而在距离纽约万里之遥的巴黎 另外一出戏剧也引起了人们的主梦 大家都知道 艺术大师毕卡索 或者有人翻译成毕加索的作品 价值连城 最近一个退休的法国电工和他的妻子宣布 他们拥有271幅 世人从来没有看过的毕加索作品 毕加索的遗产管理人说 这些作品至少值6000万欧元 这个电工是怎么拿到这些作品的呢 多年来 退休电工皮埃尔和他妻子 把这些作品藏在他们家的车库里 电工的妻子说 这些都是毕加索赠送给他们的 这些作品出自毕加索1900年到1932年的创作高峰时期 其中包括平板印刷 肖像 水彩 素描 光是这9幅立体拼贴画就值4000万欧元 皮埃尔在今年9月份 向毕加索的儿子克劳德和遗产管理人 展示了其中多幅作品 希望艳名正深 然而毕加索的遗产管理律师 指控皮埃尔非法持有这些画作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说 毕加索一生创造超过2万幅画作 其中数百件画作至今仍不知去向 毕加索的儿子说 他父亲非常慷慨 每次送出画作都会署名并著名日期 毕加索的遗产管理人刚开始认为 这些画作是赝品 但后来认为其中部分画作的高超技艺 难以被仿效 应属真品 奥斯卡颁奖典礼是好莱坞一年中最隆重的盛事 主办单位最近宣布 明年2月的颁奖典礼将有一对年轻的帅哥美女主持 他们是32岁的James Franco和28岁的Ann Hathaway 这一代过去主持人皆为资深艺人的做法 引起一些争论 詹姆斯·弗兰克和安妮·海瑟威两个人的岁数加在一起 还不如去年奥斯卡的主持人史蒂夫·马丁年长 很明显今年的奥斯卡希望走年轻化路线 他们希望争取詹姆斯·弗兰克和安妮·海瑟威的所有粉丝 今年只有28岁的安妮·海瑟威和32岁的詹姆斯·弗兰克 却已经是经验十足备受敬重的演员 而且勇于创新大胆挑战 安妮·海瑟威是一个歌手 她是个演员舞蹈家 主持绝对是她的本行 而弗兰克则永远让人喜出望外 两人都主持过综艺节目星期六夜现场 弗兰克有望凭借电影《127小时》 夺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的提名 而海瑟威则在《爱情与灵药》中有出色表演 资深喜剧演员莱斯利·尼尔森最近辞世 小年84岁 虽然她看起来非常的严肃 但是其实是个非常搞笑的人 资深喜剧演员莱斯利·尼尔森 11月28日在佛罗里达州一家医院因肺炎辞世 小年84岁 一头白发表情严肃的莱斯利·尼尔森 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喜剧大师 表演相当无厘头 她的早期作品其实都比较严肃 一直到出演1980年的《满天过海飞飞飞》 才让大家见证了她的喜剧功力 在加拿大出生的莱斯利·尼尔森 演出作品无数 但广为人知的大部分都是喜剧电影 莱斯利·尼尔森的助理表示 莱斯利·尼尔森是在妻子家人的陪伴下此事的 美国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 总是媒体焦点所在 这个星期她到各大媒体宣传新书 书名是《新系美国》 20多人在雨中熬夜排队 为的就是能够见见前阿拉斯加州长 萨莱·佩林 佩林29号到德克萨斯州 休斯顿的Borders书店签售新书《新系美国》 我感谢她所做的一切 以及她为了让美国变得更好所做的牺牲 Borders书店的店员表示 他们接到恐吓电话 于是书店加强了保安 活动当天有反对者在门外游行示威 除了签售会 佩林这个星期还出现在ABC电视台 真人秀节目《与星共舞》的决赛现场 她来为女儿布里斯托·佩林打气 不过有观众质疑 表现平平的布里斯托 是靠知名度进入决赛的 不过佩林似乎非常习惯争议 她没有反击前第一夫人巴巴拉·布什 在CNN上的评语 我觉得佩林在阿拉斯加很快乐 她最好一直在那待着 英特网越来越发达 在上头除了可以找资料之外 还可以补习哦 美国最近出现一个神奇的数学老师 她的教法浅显易动 连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 还有她的小孩都是她的学生 索尔·甘恩今年33岁 跟一般的爸爸一样 早上帮忙照顾她18个月大的孩子 不过之后她就会一个人 夺到大型衣柜里 开始教书上课 这个地点是整个屋子 距离我儿子最远的地方 所以听不到她的叫声 就这么简单 甘恩的教学就是在电子黑板上 教授数理化的各种主题 所有的教材都是线上免费的 甘恩在电子黑板上解释概念 把所有东西化繁为简 这些内容已经成为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教育资源之一 每天的点阅率高达7万次 学生们可以从最简单的一加一学起 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停下来 想重复看多少次都可以 甘恩原本是个投资公司顾问 这些教学刚开始也只是为了 帮助她侄子而制作的 没想到在网络上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因此她把工作辞掉 成立甘恩学院 专心教学 她的网站上有超过1800个教学短片 每个大约9分钟长 我和我的儿子正在使用一个教学网站 叫做索尔甘恩学院 连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他的小孩 都是甘恩的学生 甘恩的教学深入浅出 从基本的数学概念 到复杂的有机化学等学科 他都能让所有学生理解 甘恩的学生遍及全球 而他的心愿就是通过他的网站 教会学生那些好像很难的科目 人气超高的美国女歌手 Alisha Key曾女神卡卡 最近用行动证明 她们热衷慈善活动 她们引导许多名人 停用社交网站 为慈善基金会筹款 爱丽西亚凯斯 女神卡卡 贾斯汀 听布莱克 阿什等明星 将在11月30号星期二这天 停用推特 脸书等社交网站 为的就是为爱丽西亚凯斯的 救助儿童慈善基金会筹款 11月30号星期二这天 也是世界艾滋病日 她们在世界艾滋病日当天 推出了一个名为 数字化死亡的公益广告 宣称直到为该基金会 筹满100万美元的那一天 才会重新使用社交网站 爱丽西亚凯斯在2003年 成立救助儿童基金会 目的就是帮助非洲和印度 受艾滋病困扰的家庭 上个月刚刚诞下一名男婴的 爱丽西亚凯斯坦言 成为妈妈之后 使得她更加希望帮助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